好書想剪 跟你一起探索知識邊界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讀的就是這一本由校園出版的 用你的工作轉動世界 今天要談一個大家又愛又恨的話題 工作 或許你常在問我到底為了什麼而工作 又或者你正在苦惱 我應該做什麼工作 對古希臘人來說工作就是祖宗 工作是不折不扣的大壞蛋 要拼盡一切的力量逃避他 欸你說說看 為什麼愛好知識的古希臘人會這麼討厭工作呢 他們認為如果工作是為了吃飯 吃飯是為了工作 那我們跟禽獸又有什麼不同呢 就像在傳道書中那位傳道者所說 因為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 所遭遇的都是一樣 仔細想想當水族館裡悠遊的金魚 還比當人更爽了欸 因此希臘三折之二的 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認為 只有思考才能把人和禽獸區分開來 甚至使他們媲美眾生 因此他們貶低工作 推崇過著沉思的生活 到了文藝復興時代 大家開始把上帝當成全宇宙全能的創造者 對工作的想法也就開始不同了 上帝不再被視為遙遠不問世事的獨孤遊俠 反而被當作宇宙的大工匠 從無到有展現驚人的智慧與能力 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就認為 人單靠思考不會變得更像上帝 而要靠從事生產力的工作才會更像神 工作不僅使人連結於神 也使人有別於動物脫離獸性 那究竟我們基督徒要怎麼樣按著上帝的心意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職業呢 其實對熟悉聖經語言的人來說 選擇職業這句話本身就怪怪的 大家都知道福音的呼召不是要人從事某項職業 而是要人成為使徒 不過基督徒也領受上帝的命令 要用上帝所給的恩賜來愛靈社服務靈社 彼得前書四章說 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 做成恩賜的好管家 像我最熱愛的神學家佳爾文就說 只要順服工作的護照 就沒有什麼工作 非見到不能在上帝的眼中 閃閃發光 因為服侍眾人就是服侍基督 人類應該活在像嘴唇和牙齒那樣緊密的社會中 用彼此的才能和恩賜彼此服侍 我們每個人都有某些恩賜或才感 這些恩賜不是拿來讓自己名利雙收的 相反擁有恩賜的同時就擁有義務 所以我們應該要用這些恩賜來建造社會全體和信仰群體 同樣神學家馬丁路德也認為 職業無會見 只要是正當的職業 都是全職侍奉 回應上帝的護照 其實我們每個人任何時候都身兼好幾個照明 像為人父母為人子女身為公民身為會友 每一個崗位都有一個特別的calling 不是出於自己的選擇 所以當有人問我 我到底該做什麼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反問他 上帝給了你哪些恩賜 你要怎麼用這些恩賜來支持別人 這個過程可能是煎熬痛苦又漫長的 畢竟沒有人一生下來 就在背上貼好了一張就業指南 我們必須在逐步認識自己的過程中 發掘自己的就業傾向 回顧一生的經歷 找到自己的才能再加上一點點之意 就可以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工作 當然對於未來的經驗 保持開放的心中也很重要 就像20世紀的神學家卡爾巴特胡說 熱切學習留下調整空間 永遠在準備好的狀態 順服上帝至高無上的命令 人必須一次又一次容讓自己的為人 被顯現出來 因此選工作的過程就像在做實驗 不過不用太擔心的是 職涯的選擇通常不是無法挽回 而且職涯之路通常很少是一路筆直到底 通常都會辛苦的東彎西繞 遇上沒有標誌的十字路口 被迫下交流島 走進死巷子陷入死胡同 從錯誤中學習是不可少的要素 巴特說的沒錯 人只有在自己的運作範圍內 可以毅然開始工作才有可能認識自己的運作範圍何在 上帝也有可能再給我們兩樣東西 幫助我們縮小找工作的範圍 第一他有可能把一個負擔放在我們心裡 就是我們格外關心在意的事 第二他也可能賦予我們一些強烈的愛好 比如說相對樹裡啊音樂生物學的愛好 這些愛好就會引導我們去培養可以用來服務他人的技能 不過當然也有例外的可能啦 畢竟上帝不就曾經呼召那個著口笨蛇的摩西去跟法老辯論嗎 又拆拍那個根本不愛妮妮威人 巴不得看妮妮威人在上帝怒火中滅亡的先知約南 去向妮妮威人傳悔改的訓練 要是換作現代專業的就業輔導中心 看到這些人的履歷和才能 應該不太可能推薦他們這樣的工作吧 所以在找工作的同時 我們一定要在禱告中保持開放的心胸 接受自己身上也有可能出現例外 覺察神的帶領 如果你喜歡好書想解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我們的影片 這本書還沒完 敬請期待下一集的好書想解 還有還有 不要忘了follow好書想解Instagram 跟我們互動喔